两个少年在森林里发现一筐金苹果 又饿又渴的两人赶紧拿起一个开吃 顿时被无以言表的美味所征服 激动的大口啃食起来 这是一位美女突然出现 两人以为苹果是美女的 刚准备道歉 却有更多美女围了过来 说要带她们去吃其他美味 两人乐颠颠地跟着美女走了 美女们灵动又热情 可她们带的路却是个死胡同 只见美女不慌不忙地拿出金苹果 让老大咬了一口 一阵轰隆声响起 死胡同竟然打开了一扇门 两人的弟弟慢一步赶来 从打开的机关进入 很快看到了被美女们包围的哥哥 他们正在大口享用着美食 时不时接受美女的头位 弟弟也被美女拉了过来 三个穷小子做梦都不敢想得这么美 已经乐得找不到北了 弟弟看着让人垂涎欲滴的草莓 刚想伸手去拿 草莓却恍惚变成了一盘蜗牛 她以为自己眼花 旁边的美女却脸色一变 接着拿起一颗金苹果让她吃 弟弟看了看一直在傻笑的两个哥哥 总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她拿过苹果假装咬了一口 偷偷把苹果扔到了地上 眼前的场景也开始不断变换 烧鸡变成了虫子 绿意昂然的树林变得腐败 连精灵般的美女都是邪恶的巫婆 再看看浑然不知的哥哥 弟弟觉得自己要吐了 她笑着上前想把哥哥们劝走 哥哥们身陷幻境根本听不进去 二哥拿着死老鼠就要啃 弟弟只能强行将两人拉走 然后一人扇了一巴掌 两人顿时清醒了过来 几个巫婆察觉他们清醒 立即开始围追堵截 好在三人赶在山洞合拢前逃了出去 三人继续踏上寻宝之路 走着走着弟弟听到了求救声 独自跑过去查看 原来是一个女巫的鼻子被卡住了 这个奇怪的生物竟然是森林女巫 她的长鼻子被卡在了树桩里 好心的少年用斧子撬开石缝 老巫婆那三米长的鼻子终于得救 但她被困在这里上百年 饥饿几乎要吞噬她的理智 少年读懂了她眼里渴望 赶忙拿出个土豆递过去 老巫婆立马抢过去一口就吞了 别看老巫婆长得邪恶 但她是个知恩图报之人 送了少年一张藏宝图当谢礼 藏宝图非常神奇 只要说出自己想找的东西 上面就会显示出路线 分别前老巫婆警告她 那些关于森林的危险传说都是真的 可别为了宝藏丢掉小命 其实少年并不想要宝藏 她更希望藏宝图能指引她找个媳妇 于是她先去找两个哥哥会合 把藏宝图的神奇跟两人分享 却不料被另一对宝藏猎人听到 领头人表示要拿钱买藏宝图 小伙还要靠藏宝图找媳妇 当然不肯卖 大哥觉得有钱一样能找媳妇 劝她把藏宝图卖了 小伙坚决不肯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可在打架这方面他们不占优势 只能找机会逃跑 跑着跑着跑到了一处悬崖边 底下是湍流的瀑布 此时宝藏猎人也追了过来 三人干脆一跃而下 不得不说一点都不恐高 但大哥非常生气 先不说森林里能不能找到媳妇 弟弟这种为了媳妇不顾兄弟的行为就不可取 于是大哥要求由他来保管藏宝图 三人按照地图的指引 一路来到阴暗的沼泽 可白雾一晃弟弟跟两位哥哥走散了 他无意间找到一处水潭 在水潭里发现一柄大宝剑 却不知哥哥们被宝藏猎人抓住了 而他心心念念的媳妇也的确在森林里 但他即将嫁给一个丑陋的巨人 一只长满绿毛的大手 缓缓摸向正在熟睡的女孩 女孩立即睁开了眼 抓起一块石头狠狠砸了过去 可他这点力气哪是巨人的对手 直接被倒挂着抓出了山洞 但巨人并没有拿他当小点心 而是想娶他当媳妇 于是又把他扔了回去 另一边一个宝藏猎人正在撒尿 突然发现石头后有一头熊 被吓得惊恐逃窜 结果熊是小伙假装的 冲出来吓唬人反而装在了别人身上 活脱脱地自投罗网 轻而易举地跟哥哥们团聚了 藏宝图也落在了宝藏猎人手里 晚上宝藏猎人们隔一吃着小烧烤 突然巨人的吼叫声响起 一群人全被吓跑了 可惜不是他们想跑就能跑得了 猎人首领和二哥被抓走 扔进美女的洞穴里当储备粮 小伙和大哥赶紧想办法救人 小伙用玻璃瓶收集萤火虫 来到巨人的洞穴可以当探照灯 可他们走了很久也没看到巨人 突然小伙脚底一滑 幸好被大宝剑卡在了洞口 却恰好下面就是美女的洞穴 他们赶紧用绳子把二哥先拉上来 随后又把美女拉上来 美女立即给了小伙一个拥抱 最后把首领也救了 可逃跑时首领踩到了巨人的尾巴 他们只能开启疯狂爬山模式 只要挨到太阳升起就行 爬得越高离太阳越近 忘恩负义的首领躲在了石缝里 任由巨人被其他人引走 可上面已经无处可怕 小伙勇敢地拔剑对上了巨人 可惜他的伤害实在微不足道 大哥也被巨人一巴掌扇飞 小伙看着正在破晓的天空 找出一面破碎的小镜子反光 暂时阻止了巨人的进攻 紧接着升起的朝阳照在巨人身上 她的身体快速石化 美女一脚踢上去立即变成了碎款 首领在森林间难跋涉 幸运地遇到了长鼻子老巫婆 老巫婆为她指了条明路 在这里她捡到一颗金苹果 还有美丽如精灵的美女 迫不及待地跟美女过幸福生活去了